这个猫咪烧果子,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只因为姐妹点名要它。 我一看材料这么简单,小意思,做呗,谁怕谁呀? 可做了才发现,想象和现实好像有那么点差距。 做了才发现,这根本不是考验烘焙技术,这完全是在考验手工和绘画功底嘛。 经过9971难,我家的猫果子出生了。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家的猫,反正我自己挺喜欢的,千姿百态,分外妖娆。 话不多说,来吧,展示,看看我家的猫是如何诞生的吧。 捏捏耳朵,拉拉尾巴,这一个个可爱的小背影太可爱了。 炼丹炉里度个精神,神来之手赐你容貌,美丑全凭你运气啦。 好了,说再见的时间到啦,拜拜。 送你一朵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 开在你昨天心肠的枝崖 将力你有勇气 主动来和我说话 不供带天的冰水啊 不供带天的冰水啊 一目反顾的烈酒啊 多么苦难的日子里 你都已战胜了草 送你一朵小红花 遮住你今天心肠的伤疤 将力你在下雨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田螺 最近这款猫咪吐司火爆网络 这萌萌的猫脸有没有把你萌到呢? 今天我们家的猫13和猫14也正式登场咯 为什么叫他们猫13和猫14呢? 因为它们一个是三个面团变身的 一个是四个面团变身的 那么话不多说,一切的改变都从揉面团开始吧 为了得到颜色偏深一些的小猫脸 这次我特意添加了黑全奈面粉用来上色 依旧采用的是厚盐厚油法 先把出盐和黄油外的所有材料丢进后面机桶内搅打成团 再依次加入盐和黄油 继续搅打至面筋能够拉到视频中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时候你可以选择把所有面团直接取出进行分割 一个面团稍大一些,一个面团稍小一些 先把大的面团滚圆放在旁边进行发酵 再把小的面团加上可可粉和一点点水 放进货面机继续搅打几分钟 混合均匀,可以拉出薄且透明的薄膜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然后进行分割,分割成两份 做到这里我突然呼发奇想想做三色的效果 于是就把其中一个可可面团添加了红丝绒精华液 结果导致后期我的手都是红色的 此步可以省略,不要学我 把三颗面团依次滚圆之后放在温暖处进行发酵 发至两倍大 从第一个最大的白色面团开始进行第一次擀卷 擀卷手法看视频哦 第一个白色面团卷完之后放在旁边松弛 再进行第二个和第三个面团的擀卷 擀卷的手法都是一样的 要轻要柔要拍掉四周的大气泡 三个面团第一次擀卷结束之后放在旁边松弛10分钟 10分钟之后从第一个白色面团开始进行第二次的擀卷 用手掌根部先轻轻的把它拍扁 然后再借助擀面杖把它擀长 从中间开始向前向下擀长擀薄 然后借助刮板把它轻轻的翻个面 从上往下卷起收口捏紧 三个面团都经历了第一次擀卷和第二次擀卷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依次放入模具里面了 这个猫头吐司和之前我们做的星空吐司很相似 摆放的位置很重要 摆放的位置直接决定你吐司出来的切面效果 依照自己心中设想的效果摆放好位置之后 我们就把它送入发酵箱进行第二次发酵 发酵至八九分满 上面压一个比较重的烤盘 送入烤箱烘烤 出炉以后记得震一下热气 完全冷却之后再切片做个表情 萌萌的小猫完成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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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